香港美城月餅註冊地址實為秘書公司與月40間公司共用自稱香港品牌的美城月餅,在網上銷售高端月餅,但近日在內地受到質疑。 有內地傳媒報導指美城月餅隸屬香港美城食品集團在香港卻買不到。 香港01,根據查冊資料,找到香港美城位於灣仔的註冊地址為發現在網上,至少40間公司使用同一地址。 香港01,記者到訪該地址,發現門牌為秘書公司西橋商務,香港有限公司,該公司又曾成為多間其他公司商標註冊的送達地址。 香港美城於2019年註冊唯一股東曾任四公司董事內媒、新黃河,報導,指美城月餅的品牌運營方為廣州市美城食品有限公司,該公司隸屬香港美城食品集團有限公司。 於2019年4月成立,已在內地申請註冊、美城生活、美城月餅等相標。 據公司註冊處資料,香港美城食品集團於2019年4月15日註冊,已申請註冊多個香港美城月餅。 香港美城註冊地址為公司秘書地址,香港美城食品集團公司地址為灣仔道165至171號落機中心15樓1512室。 但,香港01,記者到訪上指,發現門牌為細橋商務,香港,有限公司。 細橋商務於今年4月15日起,成為香港美城的公司秘書,而香港美城的註冊地址,亦於同日轉為細橋商務的同一地址。 另外,據商標註冊處資料,細橋商務,曾在去年及今年,多次成為其他公司商標註冊的送達地址。 花刀區市場監管局,加緊加快推進核查有否,虛假宣傳,廣州日報,今日報導,花刀區市場監管局對廣州市美城食品有限公司進行了核查。 該局表示,針對公眾關注的是否在香港註冊,是否屬於香港品牌等問題。 美城提供了香港美城食品集團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的商市登記資料,出具了香港美城食品集團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未新。 美城,香港美城月餅商標的相關證明,同時也提供了該企業與香港美城食品集團有限公司之間的商標使用授權等文件。 分屬不同地域,跨地域核查需要協調多方屬地監管部門,監管局將加緊加快推進核查進度,依法依規處理,及時回應群眾和媒體關注。 美城月餅官方旗艦店客服,品牌基因與研發團隊軍員至香港記者以消費者名義,諮詢美城月餅官方銷售門店抖音的美城禮官方旗艦店客服。 報道引述客服指,美城品牌是在香港註冊並擁有商標註冊證書的品牌基因與研發團隊軍員至香港。 美城為了更好的拓展市場需求,在廣州與佛山設立了營銷中心與生產基地,強化供應鏈管理,提升品牌競爭力。 強調每款產品均符合國家食品安全標準,客服還提供了香港註冊商標證書截圖,但該截圖中商標名稱為美城禮。 面對香港有賣媽的問題,客服僅表示,美城品牌業務立足於佈局全國市場,我們有全國代理經銷商,美城月餅也有進駐線下大型商超,因此在線上線下渠道均有售賣。 但當被問到廣州那裡有賣時,客服並沒正面回覆,僅表示店舖承諾所有產品均屬於官方證品,每款產品都符合國家食品安全標準。 對於不實報道,也辛苦你不要相信,客服還表示,只是負責線上銷售。 香港美心集團表示,為保障消費者,建議前往美心集團旗下分店或正式備授權的特約經銷商斜線銷售點購買美心月餅券和現貨。 亦可到美心食品官方網上商店購買正貨。 美心強調月餅均百分百於香港製造,所有禮合裝美心月餅,包括傳統、奶黃及冰皮系列,上均貼有防藝標籤。 原文網指,香港美城月餅註冊地址實為秘書公司與與40間公司共用,香港01https//www.hk01. 下次再見。 歌曲 《贏不贏不重要》是專為女子跳水雙子升直寶和禪寶編制南軍Wilson Studio YouTube 等於CUVKF YOLOMU三隻羊下架,香港美城月餅已連續三年售賣市場監管部門調查。 官媒批美城月餅有名無實,香港月餅香港買不到讓人差以廢解,美城月餅租質而是假香港品牌曾智慧早前現身直播間大貨香港美城月餅內地月銷五千萬聖美心疑似冒牌被揭,再講無門店。